當初蘇院長現在在接受我質詢的時候 我記得是在五秒十九號 在院會市政總質詢 當時蘇院長跟我口頭保證再三 說三倍券之後上路一定是好領好用好刺激 但是現在民眾的感受到底好不好領好不好用 大家心裡都如一把石 我辦公室的同仁事實上 的確也感受到在整個預購領取的過程 真的非常刺激 而真正更重要的是民眾的怒火跟抱怨 從開始領取到現在沒有斷貨 我辦公室還有服務所同仁 每天每天都會接到民眾抱怨三倍券的電話 一開始民眾在大熱天到超商預約領券 遇到大排長龍系統上級的狀況 到郵局同仁也都來投訴 說現在從七月份開始窗口人員為了配合銷售 而提出要求他們禁止休假 甚至被迫強制加班 週末也得上班 那貪商他們現在也在抱怨 每一次我到夜市碰到很多商家這些老闆 跟他們談他們都說現在整個三倍券防偽設計都不明顯 比如說前一陣大家討論很多的梅花浮水印 那當然其實有出來做一些說明 但是福神醫的位置除了不固定 完整 它的一個完整性或不完整 其實也沒有一個定案 加上不能找得贏等等 其實為了避免收到偽券 就乾脆這些攤商都決定不收取 這些聲音跟明月 蘇院長聽到了嗎 我在這邊要再一次的提醒蘇院長 以目前的民意調查 還有網路各個論壇的留言 民眾對於振興券有超過六成 都是傾向選擇日常消費 也就是當初你們所一再希望避免的替代性消費 這是對於台灣接下來的振興階段 想要11經濟室沒有幫助 所以我在這邊希望行政院 能夠再次聽到民眾的聲音 即刻的拿出具體的政策 扭轉民眾對於三倍券 金額少不好用的GT印象 才能達到原本你所設定的促進消費 穩定經濟的政策目標 過去把政府發放消費券的時候 有相關的經驗是可以借盡的 其中做得好的地方應該要學習 那我認為蘇院長的政經券 應該要吸取過去的經驗 不要把現在提出問題的人都當作意見很多 或是這些意見沒有建設性 而應該要能夠仔細的聆聽 因為這些都是民眾的納稅錢 全民共同監督 讓政策能夠達到當初預定的效果跟成效 遠比口水跟官員的情緒都還是重要 好 接下來先請賴世法委員來做說明 好 謝謝喔 我們這個三倍卷啊 外界的評價就是三倍疲勞卷 三倍憤怒卷 火大火大加火大 為什麼 要排隊零 當然最近的問題好像少一點 可是一開始是蠻有問題的 你分兩個 兩大戲月 郵局操半天 加班費上億的加班費 這個難道不是你我的錢嗎 操上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是預購 事實上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這第一點我要強調 那麼第二點我要強調的是 他拼分兩路 一個是實體券 一個是電子支付 結果電子支付到現在到15%左右 越來越多的 我聽到周邊的 我的選民 我的選區的年輕人 他們都原來是電子支付 都改成實體券 因為實體券加成多啊 信用卡的這一部分 電子支付的 沒有這麼多的優惠 所以紛紛的就不要了 好第三點我要強調的是 現在前面是零 現在後面還有一大關 要兌換現金的問題 才要開始七月二十三號吧 才開始就明天開始領這個錢 要怎麼領 各位 攤商基本上 我所看到的 比如說我早上都有這個運動的習慣 在運動場所包括中正紀念堂 包括其他地方 或者黃昏市場 早上市場 他們沒有自治會啊 那一些的地方基本上 他不會收消費券 其實他們就最需要消費券 最需要這個來幫助他們 結果這一群是被打壓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要兌換 要一個單位 比如說公司 潮商這個沒有問題 市場的自治會也沒有問題 那就是 癱瘓收到三倍券之後 交給自治會 自治會去兌換錢 但是 早上的市場 早晨市場 黃昏市場 他沒有這個東西 他沒有自治會 他可能十攤二十攤 這些人的話 都拒收消費券 而這一批人 這一批的攤商是最需要政府幫忙的 我們政府沒辦法幫忙的 這個三倍券 沒辦法讓他們來受益 這是這一群 我們政府 蘇院長是對不起他們的 我們再看 現在的做法是 中央用三倍券 然後呢 各部會自覺搞很多啊 文化部搞一個 什麼叫什麼 義販券對不對 運動的叫動資券 農委會叫農油券 是不是 然後呢 零零種種 那些券是什麼 那不是普及的喔 是你要登記 你要會APP 你才能夠登記 還要去抽籤抽到老高信 是不是各位 那你就 我就發現到現在整個台灣是什麼情況 就是中央不公衆費券 拼命吹噓 蘇貞昌 拼命自孩 蔡英文自孩 然後各部會使出全 渾身的解數 想辦法透過漏特 漏特的方式 讓大家HAPPY 就忘了政府做什麼 狗屁辣辣辣的事情 所以你就發現這個政府很厲害 他用全民樂透化 所以現在我們的振興經濟 疫情的振興經濟是什麼 是搞全民樂透化 樂透化之後麻醉大家 因為每天都在興奮 都在期待我會不會中到 這個我可以拿到這個券 我跟各位報道 將來的話 大家的焦點都在哪裡 新聞也在報到哪裡 你不覺得嗎 我們現在發現到 全面執政之後 老實說外面點點滴滴 已經點出很多 可能有很多像貪污 或者是貪腐的情況 正在進行當中 這個大家比較 因為全民風樂透 他可能忘記這件事情 我們在愛黨 我們會持續的監督 但是我們要強調的是 希望這個蔡政府 所規矩的好好的振興 而且讓各部位來做 各自提出這個東西 可是你注意看囉 地方政府沒有 他沒有給地方政府錢 讓地方政府也來振興一下 把我地方政府能不能夠 比如台中市也來個台中市什麼券 有沒有 沒有啊 新北市有沒有 沒有啊 宜蘭信有沒有 沒有啊 所有的錢都集中在中央政府 下個禮拜我總知道的 就馬上送進來 我們他們的所謂的這個第二期的這個 這個要振興的方案要兩千億 我們希望我在這裡公開的呼籲啊 中央政府不能夠極權又極前 當各部位都在樂透化的時候 這些的資源是不是應該讓更了解基層的地方政府 也能夠主動發揮一點創意 來幫忙振興我們的經濟 這才是正道 否則我們看到的三倍卷 真的是疲勞之外 興奮 他們現在說很興奮啦 我不知道興奮在哪裡 但是其實上大家就發現到 他要救的不僅僅是所謂的一個經濟 事實上真的要救的是蘇貞昌 而且像我們蘇議長剛剛所提到的 現在到目前為止看到的 相當高的比例都是替代性的消費 對於真正的GDP的幫助太小了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楊琼英委員 民眾自從領了實體三倍卷 而且服務處的電話不停 因為他們說他們想要花 但是不知道到哪裡花 走遍我們的夜市 便當店 早餐店 這些都是最需要振興 但是老闆一方面想 我如果拿到是假的振興券 怎麼辦呢 所以政府告訴我們有骨水印 沒話 我手上 所拿的左手邊 是當時的消費券 完全沒有爭議 我右手所拿的 是這一次所領到的實體 震興三倍券 甚至還說是不夠的 還要繼續理 第一個問題提問 到底我們印了這些三倍振興券 到目前為止花了人民的納稅錢 多少 請告訴全國的民眾 第二個 萬一 店家領到了假的 這一個三倍振興券的時候 那是不是政府應該要蓋花承受 政府告訴我們說 這一個三倍券上面有什麼呢 有梅花的福音 但是很多的民眾 拿起來看 我怎麼看都看不到 我要請問政府 看不到的是真的還是假的 在什麼地方 它才是真的 請政府強烈明確的告訴我們所有的國人 讓我們所有的店家 真正感受三倍的實體消 震興券 我也請我們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你們看看 有哪一張 有哪一張 它的梅花印究竟在哪裡 究竟在哪裡 所有的民眾拿來告訴我說 我怎麼看不到梅花印 我請政府趕快 行政院有這個責任 告訴民眾 梅花印到底在哪裡 店家如果收到是真的假的話 政府應該要蓋花承受 所以我說我們必須要接地氣 我們訪談了很多的店家 我們聽聽民眾的心聲 所以說像你們這樣子 有 所以你們三倍券在收的部分 你們會有這種 就是收 擔心收到假鈔的一路嗎 嗯 多少還是會吧 只是說就是 呃 當下的時候自己還是會先 稍微想辨識一下 只是說這個辨識 是不是就是有一個 白銘的把關 所以 可是之後如果收到這個的話 就是 到這個方式的時候 就覺得不會有問題 這樣 哦 所以其實還是收 那只是說當然 因為 因為不是說每個店家都會知道 怎麼這邊都正位 所以也希望說在政策上也是 政府也能夠來做協助 去把關這個部分嗎 對對對 就是有一個更明確跟安全的法關 或者是說 欸 如果辨識這個三倍券的正確的方式 然後可以更詳細的說明 因為 因為 畢竟這個電影才蠻廣 所以 可能老人家 或是說比較小的小票 他們不會看 反正你 他們拿到家 穿家 就拿去 電視家 但是 會到這個 比較不良的 比較做好 那些年齡層 還有沒有都可以贏 這樣子 是嗎 是 對 對 對 涵蓋的年齡層 非常的廣 尤其是長輩 所以 店家希望 他們有一個安全的把關 請政府告訴我們 所有的店家 我們要如何的 安全把關 領到的 拿到的 是真正的 真的 三倍 正心 倦 所以我本席在這邊 再次的強調 政府 我們看不到浮水印 梅花印在哪裡 所以 請告訴所有全國的民眾 特別是我們的便當店 夜市 這些都是最需要正心的 如果他們真的拿到假的 也請政府 你概括承受 好 好 好 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自己會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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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問一下國民法文法的部分嗎 我剛剛通過的 你們是哪來的 還是我們想要 等一下 他們在場開始 謝謝 沒有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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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店家就是在說 他們家要怎樣 拿到假的要怎麼辦 這個是真鎖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但是也不知道是真的 這是真的 那個是消費券嗎 當中都有發言的可能 也應該給予相對的支持 所以在未來的執法的修訂上 又或者是未來的倡議上 我們人會繼續努力 希望不僅讓人民走進司法審判的過程當中 也希望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不要再次忽略了被害人的存在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 王委員定於聲明 將對今日所有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 列入公報記錄 接著我們請蔡委員必如發言 院長好 今天國民法官法誕生了 這是一份歷史公演 我們一起在這裡見證歷史 民眾黨跟各黨站在國會的殿堂上面 主條的參加了參審 陪審跟司法改革 經過協商討論工坊跟投票 我們不認同如此重要的司法改革 最後就以參審制度通過 我們也不認同這麼重要的一個法案 被排在臨時會 那今天這種方式進行刪讀 我們認為司法改革至少應該要 以參審跟陪審 兩鬼並行的方式 才能回應民眾對司法改革的期待 但是我們尊重民主機制 也相信所有的過程中的發言都將被歷史記錄 民進黨從過去在野的時候 主張陪審到今天護航參審 交出了這份最小事 限度的司法改革成績單 民進黨最終將為其結果負政治責任 不論六年後的結果是好是壞 我也呼籲民眾可以上立法院的網站 好好的回頭去看看這一次的臨時會 所有委員就國民法官法的發言 那到底政府所宣傳的那些理由都正確了嗎 今天我們三讀通過了這一份 國民法官法真的改革了我們的司法嗎 國民法官法將影響每一個臺灣人 希望每一個臺灣人都可以充分的瞭解 他更要瞭解 我們今天失去了陪審制 代表臺灣離司法改革的距離 仍然很遙遠 我們仍然需要繼續努力 謝謝 謝謝陳委員 接著請高委員弘安發言 主席好 首先我要感謝辛苦的議事人員 還有我們可敬的立法院同仁們 我們經過了24小時的不斷電表決之後 終於三讀通過了我們的國民法官法 讓我們的國家司法制度的改革邁進了一步 當然不完美的還是有 民眾黨黨團所提出的參陪審並行制 還有擴大試用案件類型 確保國民法官專注參與的選任程序這些修正動議的條文沒有獲得採納 不過我們希望未來國民法官法的施行 在經過六年的成效評估期間 我們期盼未來在施行細則裡面可以納入並成立成效評估委員會 能夠善盡職責忠實地提出我們的評估報告 將採用其他人民參與審判的制度 例如陪審法 或者是調整適用案件類型 例如說其他可能是刑事案件的類型 列為我們可行性評估的項目 未來呢可以作為我們的 就是未來我們在做司法改革更進一步的一些參考 那如果說果然我們在六年的成效評估期間的執行 是沒有辦法符合國人的所需 我們也希望執政黨可以不要固執己見 審慎的檢討 接納在野黨與社會的意見 讓我們的司法改革能夠更妥善更到位 那我是今天最後一位發言的 恭喜大家我們完成了國民法官法的審查 謝謝 好謝謝高委員 登記發言委員均已經發言完畢 包括委員會 現在近年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扁院委員陳柏惟等人及民進黨黨團分別提案 為提升我國護照認辨識度 建勤院會做成決議等案 扁案 今第一會期第一次臨時會第二次會議決議 請油院長召集協商 協商後再行處理 報告委員會 因協商以獄一個月無法達成共識 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一條之一規定 由院會定期處理 遠離貶制會議提出討論 現在進行廣告討論 請邱委員選擇發言 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並截止發言登記 區委員選擇發言 區委員選擇 區委員選擇 裁判 那當然它就是會產生一個混淆 那其實我自己過去事實上 在德國留學的時候 也有這個民間團體 它就是有一個護照封面 然後就是只有台灣而已 那當我用我的這個護照 然後放了這個封面的時候 事實上行走在這個其他的這個國際上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會比較方便 那又因為這一次的武漢肺炎 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說 從中國來的這個武漢肺炎 事實上不只是說對這個 包括在台灣也好 或者是日本甚至說 有些銀行用來接銀行用來吸收 用來吸收 然後就可以有 我看到是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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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妳的東西我放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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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等下 10點半信在國民黨 那我等一下我不要再拿去 好 妳看 大靠 很棒 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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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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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